天路历程第十三章 福华世纪 他们这样走着 一面谈着他们在路上所看见的事物 这样使得本来一定会显得很沉闷的旅途 变得轻松 因为他们正走过一片旷野 他们快要走出旷野的时候 忠信无意中回头一看 看见一个人在后面随着他们走来 他认识那个人 忠信对他的弟兄说 哦,那儿谁来了 于是基督徒回过头去看 说,是我的好朋友宣道师 忠信说,也是我的好朋友 因为是他指点我踏上通向那个小门的道路 这会儿,宣道师已经走到他们旁边 向他们招呼 宣道师说,祝你们平安,亲爱的 祝你们的助手平安 基督徒说 欢迎,欢迎,我的好宣道师 看见了你,就使我想起 你过去为了我永远的好处 所赐给我的仁爱 以及不倦的辛劳 忠信说 欢迎,欢迎,一千个欢迎 哦,亲爱的宣道师 我们可怜的天路旅客 有你作伴可多好啊 宣道师说 我的朋友们 自从我们最后一次分手以后 你们可好吗 你们遇到了什么 你们的行为怎样 于是基督徒和忠信 就把他们在路上 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告诉了他 也谈了他们 怎样经过多少困难 才到达现在这个地方 宣道师说 我非常高兴 并不是为了你们遇到考验 而是因为你们胜利了 并且 尽管你们有许多弱点 你们直到今天 人就继续在这条路上走 哎呀 这件事 使我真高兴 为了我自己 也为了你们 我撒了种子 你们收割了 叫撒种的 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将来有一天 只是说 如果你们坚持到底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 就要收成 冠冕就在你们前面 而且 它是不朽的 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有些人 争取这冠冕 已经走了很远的路 可是 它却给别人拿去了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你们还在魔鬼的射程之内 跟罪恶挣扎 你们还没有抗拒到底 把天国 一直摆在你们前面吧 坚定地 相信那些 看不见的东西 别让世界上的东西 逮住你们 尤其 要注意你们的心灵 和欲望 因为 他们非常邪恶 最靠不住 下定决心 你们有天地间 所有的权力 做你们的后盾 于是 基督徒 因他的劝告 向他道谢 并且对他说 他们希望 他再多讲一些 好让他们在 以后的旅途中 得到那些话的帮助 因为 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他是个先知 能告诉他们 可能遇到的事情 也能告诉他们 应该怎样抵抗 和克服他们 忠信 也赞同 这个请求 因此 宣道师 开始讲了以下的话 我的孩子们 你们听见过 用福音的真理的话语来说 你们得经过许多苦难 才能进天国 还有 在每一个城市里 聊考和痛苦 等候着你 因此 你们不要以为 在旅途上 能够长久不遇到 不是这样 就是那样的灾难 你们多少 已经发现 这些话的真实性 你们马上 就要有更多的发现 因为 这会儿 你们也知道 你们快要走完 这片旷野了 因此 你们不久 就要进入一个市镇 再过一会儿 你们就会看见 他在你眼前 在那儿 你们会给敌人紧紧围住 他们会拼命要杀害你们 你们中间有一个人 或者你们两个人 都得用血封住你们手里的圣经 可是 你们得致死忠臣 国王才会给你们生命的冠冕 那个死在那儿的人 尽管他死于非命 痛苦万壮 却比他的同伴强 不但因为他最早到达天国 还因为他可以逃过他的伙伴 在以后的路程上 所要遇到的许多灾难 当你们到了那个市镇 发现我在这里说的话应验的时候 你们要记住 你们的朋友 行动要像个大丈夫 把你们灵魂交托给善良的上帝 就像交托给一个可靠的创造者那样 这时 我在梦中看见他们走出旷野 他们走了不久 就看见前面有一个市镇 它名叫佛华 镇上有个市集 叫做佛华市集 那个市集终年不散 它所以名叫佛华市集 是因为那市镇比佛华还要轻佛 还因为那而买卖的东西 没有一件不是佛华的 就像哲人所说的 所要来的都是空虚 这市集并不是心境设立起来的 而是老早就有了的 让我把它的起源告诉你们 差不多五千年以前 就有旅客像这两位忠实的人 一样到天国去 魔王 魔鬼 和众楼罗从旅客所走的路线看出 佛华市是他们到天国去的必经之地 他们就设法在那儿建立一个市集 在市集上卖的是各种各样佛华的东西 并且终年不散 因此市集上卖的尽是这样的东西 房子 地匹 职业 位子 荣誉 升迁 爵位 国家 王国 欲望 快乐 以及各种享受 如仓妓 保姆 丈夫 儿女 主人 奴仆 生命 鲜血 肉体 灵魂 金银 珍珠 宝石等等 并且 在市集上随时都可以看见变戏法的 骗子 斗技 赌博 小丑 仿效人的人 无奈 恶棍等 无所不有 这儿还可以一钱不花地看到偷窃 谋杀 通奸 发假事的人 令人触目惊心 就像在别的比较不重要的市集上那样 那些市集上有大小街道 他们那些独特的路名表明了他们所卖的货色 在这儿也有独特的地方 街 路 就是说国家和王国 在那些地方可以很快找到这市集上的货物 这儿有英国街 法国街 意大利街 西班牙街 德国街 出售着各种薄华的物品 不过 就像别的市集那样 有一种货物 是在那个市集上的主要货色 在这个市集上 罗马的货物和商品特别受到推荐 只有英国和有些国家的成品 在那儿不受欢迎 就像我说过的 到天国去的路 必定要经过这个设有繁华市集的市政 谁要不经过这个市政到天国去 就得离开这世界 基督本人在世的时候 也曾经经过这市政 往他自己的国度去 而且 正值开市的日子 不但如此 我想 就是市集的大老板 魔王请他去 买佛华的东西 而且 只要他经过市政的时候 对魔王表示崇敬 他就会让他做市集的主人 是的 因为 他是个这样体面的人 魔王带他走遍所有的街 在短时间内 把世上所有的王国都给他看 他希望 可能的话 引诱基督贬低身价 来买他的佛华货品 可是 他不中意那些东西 因此 一个子儿也没花 就离开了那市政 所以 这是个很古老的市集 由来已久了 并且规模很大 就像 我说过的 这些旅客 得由这市集经过 啊 他们 就这样做了 可是 哎呀 他们走进市集的时候 那儿所有的人 而且 好像整个市政 在他们四周 起了骚动 这是由于下列的原因 第一 旅客们穿的衣服 跟市集上出卖的任何一种都不同 因此 哪儿的人都注视他们 有的说 他们是两个傻瓜 有的说 他们是疯子 有的说 他们是外地的人 第二 就像 对他俩的服装 觉得奇怪那样 他们 对他们俩 讲的话 也同样感到奇怪 因为 他们中间 很少人 听得懂 他们俩的话 旅客们 当然讲的是 天国的话 可是 市集里的人 都是世俗的人 因此 从市集这一头 到那一头 他们彼此 都好像 对方是野蛮人 第三 使商人 觉得好笑的是 这些旅客 非常瞧不起 那些货物 他们连看 都不看一眼 要是 商人 向他们都懒 他们就用手指 塞住耳朵 喊着 求你叫我 转眼 不看虚假 眼睛朝天看 表示 他们的买卖 和交易 是在天上 有一个人 看见他们的样子 偶尔嘲笑地 对他们说 你们要买什么 可是 他们严肃地望着 他说 我们买真理 这一来 人家更有理由 轻视他们了 有的嘲弄 有的侮辱 有的折骂 有的叫别人 殴打他们 最后 市集上 起了一阵 轰闹 和大骚动 甚至 秩序 完全混乱了 消息 立刻传到 市集主人 那儿去 他马上 跑来 派一些 最可靠的朋友 代表他 去审讯 那两个人 因为 他们的市集 几乎给搞得 翻天覆地了 于是 那两个人 给带去 受审讯 审问他们的人 问他们 从哪儿来 往哪儿去 穿着这种 稀奇古怪的衣服 在那儿 干什么 那两个人说 他们是客旅 在世上 是寄居的 他们到 自己的家乡去 也就是 到天上的 耶路撒冷去 而且 还说 他们认为 市民和商人 没有理由 这样辱骂他们 妨碍他们的路 除非 当有个人 问他们 要买什么时 他们说 要买真理 这件事 可以算作 一个理由 可是 被派来 审讯 他们的人 认为 他们是疯子 狂人 不然的话 就是有意 来捣乱 市集 因此 他们 把两人 带去 揍了一顿 还用泥土 涂在 他们全身 然后 把他们 关进一个笼子 让市集上 所有的人 尽情取笑 因此 他们 就这样 在里面 割了些时候 而且 成了所有人的 玩弄 略带 或者抱负的 对象 市集的主人 仍旧笑着 眼看 他们所 遭遇的一切 可是 那两个人 很耐心 不用咒骂 来报答 咒骂 而相反的 用祝福来回答 用温和的话 来报答 恶毒的话语 用仁爱 来报答 侮辱 市集里 有些 比其他的人 比较谨慎 比较没有偏见的人 开口了 他们 阻止 并且 责怪 那些下流人 那样 不停地 谩骂 那两个人 那些人 却怒冲冲地 破口 大骂 起来 认为 他们跟 笼子里的人 一样坏 说 他们 似乎是 同党 应该 同样 受难 另一方 回答说 据他们 所看到的 那两个人 温和 稳重 对任何人 没有恶意 还说 在市集上 有许多 做买卖的人 比他们 所骂的人 更应该 给 关进 笼子里去 甚至 应该 上 警守架 双方 这样 互相 辱骂着 在这 期间 那两个人 的态度 始终 非常 明哲 沉着 后来 竟然 殴打 起来 双方 都受了 伤 于是 那两个人 又给 带到 审判官 面前 被判 应付 市集上 最近 一次 骚动的 责任 因此 可怜 他们又 挨了打 给 戴上 脚镣 手铐 被他们 用铁链 牵着 在市集上 走来 走去 借以 达到 成衣 戒摆的 目的 免得 再有人 起来 替他们 讲话 或者 跟他们 联合 起来 可是 基督徒 和忠信的 态度 显得 更得体 他们 非常 温顺 耐心地 忍受了 人家 加在 他们身上的 侮辱 和羞耻 这使得 市集上 有几个人 对他们 有了 同情 虽然 跟 其余的 比起来 人数 还是 很少 这一来 对方 更加 冒火了 甚至 认为 非把 那两个人 处使 不可 他们 威吓说 他们 不再 用笼子 和手铐 脚疗 来对付 他们了 为了 他们 顶撞 并 欺哄了 市集上的人 他们 该得 死罪 于是 他们又 给 押回 笼子里去 等候 以后的 命令 人家 把他们 关进去 他们的 脚 上了 竹甲 因此 这时候 他们又 记起 他们忠实的 朋友 宣道时的话 由于 他事先 告诉了 他们以后 所要遭遇到的 事情 在苦难中 他们的态度 更坚定了 他们现在 彼此 安慰说 谁在命中 注定要受难 谁的结果 最好 因此 两人 都暗地里 希望自己 能获得 升迁 虽然 这样 他们 还是把自己 交托给 通管一切的 全智的上帝 他们 对自己的 处境 处之 泰然 听天 由命 然后 为了定 这两个人 的罪 他们 选定 一个适当的时间 把那两个人 带去 受审 到了那时候 他们给 带到敌人 面前 受审问 法官的名字 是 郑散 他们的 树状 实质上 是一样的 虽然 形式上 稍微 有点不同 内容 如下 那两个人 反对 并且骚乱 对他们的 买卖 他们在 镇上 引起的 骚动 和纷争 事情 而且 藐视 他们 王子的 法律 竟使 一批人 同意 他们 那具有 严重 危害性 的 见解 这时候 忠信 回答说 他 只 反对 那反对 至高的 上帝 的人 至于 扰乱 治安 我可没有 因为 我是个 爱好 和平的人 同情 我们的人 是由于 看到 我们的诚实 和无罪 才同情 我们的 而他们 是从 坏 变好了 至于 你们 所说的 国王 因为 他是魔王 是上帝的 敌人 我不承认 他和他 所有的 仆虫 然后 法庭宣告 谁要替 他们的 主人 国王 出面 反驳 法庭上的 犯人 请站 出来 作证 于是 有三个 证人 走进来 那就是 嫉妒 迷信 和 马屁 法庭上 问他们 认不认得 这 受审的 犯人 以及 他们为了 他们的 主人 国王 有没有 什么 反对 犯人的话 要说 于是 杜继 站出来 说了 这样的话 大人 在上 我认识 这个人 很久了 我愿意 在这个 尊严的 法庭上 发誓 证明 他是 法官说 停住 让他 宣誓 他们就 给他 宣誓 然后 他说 法官 大人 尽管 这个人的 名字 很好听 却是 我们家乡 最坏的人 他既 目无 国王 和人民 又不 尊重 法律 和 风俗 他 想尽方法 用他 那种 不忠诚 的 想法 去影响 所有的人 他 一般的 把 那种 想法 叫做 信心 和 圣洁的 原则 特别 是 有一次 我听 他说过 基督教 和 佛华式 的 风俗 事不 两立 无法 妥协 他的话 法官大人 不但谴责了 所有我们 那些值得 赞扬的行为 同时 还谴责了 我们那样做 于是 法官对他说 你还有别的话说吗 基督说 法官大人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的话 很多呢 但是 我不愿意 在法庭上 多 啰嗦 不过 如果 在其他 两位先生 坐重以后 还缺乏 证据 因而 不能处 他们此行的话 我愿意 再做 补充 于是 法官 就请他 站到旁边去 然后 他们 传乎迷信 吩咐他 望着 受审的犯人 他们 也问他 有什么 反驳犯人的话 要替主人说 于是 他们给他宣示 接着 他开始说 法官大人 我跟这个人 不大熟识 也 并不愿意 跟他更熟识些 不过 我知道 他是个 非常危险的人 这印象 是从 那一天 跟他 在城里 谈话的时候 得来的 因为 在谈话中 我听见 他说 我们的信仰 一钱不值 因为 一个人 绝不能 因他 而获得 上帝的喜悦 法官大人 您知道的 很清楚 他那话的 必然结论 是什么 那就是 我们的崇拜 仍旧是 一场空 我们 还是有罪 最终会 沉沦 这就是 我要说的话 然后 他们给 马屁经 宣示 请他替 他们的主人 国王 说反对 犯人的话 马屁经 说 法官大人 朱卫先生 这个人 我认识 很久了 听见他 说过一些 不该说的话 因为 他骂过我们 尊严的 国王 魔王 还轻蔑地 谈起 魔王的 高贵的朋友 也就是 魔鬼爵士 肉欲爵士 车华爵士 爱 虚荣爵士 好色老爵士 贪恋爵士 以及我们 所有的贵族 他还说 如果所有的人 跟他一样想法 要是可能的话 这些贵族中 没有一个人 能在这城里 待下去 并且 他也不怕 得罪您 大人 现在 被委任 做他的 审判官的您 他把您 叫做 邪恶的恶棍 还用 诸如此类的 名称 诽谤 这城里 大部分的 上等人 马屁经 讲完之后 法官 对犯人说 你这叛徒 义教徒 卖国贼 你有没有 听见 这些老实人 对你所做的 见证 忠信说 我可以不可以 说几句话 替自己辩护 法官说 嘿嘿 你不配 再活下去了 应该 即可 处死 可是 为了让大家 看到 我们对 你是仁慈的 我们就 听一听 你这下贱的 叛徒 要说的话 忠信说 第一 对杜季先生 所说的话 我的回答 是这样 我只说过 凡是 违反上帝 知道的规则 法律 风俗 或人们 跟基督教 都绝不相容 要是我 我这话 我这话说错了 指出我的错误 我准备 当着你们 收回前言 至于第二点 就是关于 迷信先生 和他 对我的控告 我只说了 这样一句话 崇拜上帝 需要一个 非凡的信心 但是 如果没有 上帝旨意的 神庙的启示 就不会有 非凡的信心 因此 如果 在崇拜中 有任何 不符合 神庙的 启示的东西 那完全 是出自 无异于永生的 凡人的信心 第三 至于 马屁经先生 所说的 我说 在这里 我要避免 用任何名称 免得你们 说我 骂人 等等 这城市的王子 以及 他的乌合之众 或者 像这位先生 所讲的 他的跟班 只配到地狱去 而不配 待在这城镇 和市郊 因此 求上帝怜悯我 这时候 法官 对陪审员 他们始终 在一旁 倾听 注意着 说 陪审委员团的 先生们 你们看到了 在这城里 引起大骚动的人 你们也听见了 这些可敬的 先生们 对他 所做的见证 你们也听见了 他的回答 和自白 现在 你们有决定 他生死的权柄 不过 我认为 有必要 有必要向你们 解释 我们的法律 在我们 王子的仆人 法老大帝的时代 有一条法令说 为了避免 不同信仰的人数增加 力量 力量 扩大 因而 于他不利 应该把 他们的男子 丢到 河里去 他的 另一个仆人 尼布 贾尼撒 大王 在他的 朝代中 也立了 一条法令 那就是 凡是 不服服 敬拜 他的 金像的人 一律 给扔到 烈火的 窑中去 在大力乌王 的时代 也立了 一条禁令 不知何人 像王以外的 任何神 求什么 就必须 给扔进 狮子坑中 这个叛徒 实质上 违反了 这些法令 不但 在思想上 那已经 够叫人 受不了了 而且 在话语中 和行动上 这是绝对 不能容忍的 至于 法老的法令 他是为了防止 危害的发生 而定下的 但是 当时 并没有什么 显著的犯罪行为 可是 这儿有了 明显的犯罪行为 关于第二 和第三 你们看到 他反对 我们的信仰 他既已承认 这判逆的罪行 他就该受死刑 陪神委员团 委员 盲目先生 无用先生 恶意先生 忠欲先生 放荡先生 任性先生 傲慢先生 敌意先生 说谎先生 残暴先生 恨光明先生 和直傲先生 都走了出去 他们各个 都评判他有罪 后来 全体一致决定 在法官面前 判定他有罪 起初 他们在商量的时候 陪审长 盲目先生说 我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人是个邪教徒 接着 无用先生说 世界上不需要这种人 恶意先生说 对 我看见他就讨厌 接着 忠欲先生说 我绝不能容忍他 放荡先生说 我也不能 因为他将来一定会 老责备我们的作风 忍性先生说 把他绞死 把他绞死 傲慢先生说 一个可怜的 平凡无用的东西 敌意先生说 我从心底里讨厌他 说谎先生说 他是个无奈 残暴先生说 绞刑还便宜了他 恨光明先生说 我们赶快把他处决了吧 接着 直傲先生说 即使拿全世界给我 我也不能跟他妥协 我们立刻判他死罪吧 他们就这样做了 因此 他不久被判了罪 庭上吩咐 把他从法庭 带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 在那儿受可能想象得到的 最残酷的死亡 因此 他们带他出来 按照他们的法律处置他 首先 他们鞭打他 然后 他们拳击他 接着 他们用刀刺他 以后 又用石头制他 再用剑刺他 最后 他们在火行柱上 把他烧成灰烬 忠信就这样死去 这会儿 我看见 在群众后面 有一辆马车 和两匹马 等着忠信 他的敌人 一把他弄死 他就进了那辆马车 立刻 给带到云端 还有号筒的声音 这是到天门去的 最近的路径 至于基督徒 他得到 缓刑的处理 又给带到监牢去 他在那儿 又待了一个时期 可是 同管一切 掌握所有力量的上帝 使基督徒 那一次逃出来 继续他的旅行 他一面走 一面唱着 啊 忠信 你忠实地 向你的主表明 你会 有跟他在一起的福运 而不忠实的人 尽管 有他们虚妄的快乐 现在 却在地狱的苦境中 悲哭 歌唱吧 忠信 尹肯高歌吧 让你的名字 永不衰败 因为 虽然 他们杀死你 你仍旧健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